美日澳加强军事合作 普丁吃鳖走人 美国日本和澳洲元首 昨天在布里斯本的G20峰会场边会谈 承诺加强军事合作 维护亚太安全 美国和亚太地区国家合作 一向被北京解读为压制中国 这次似乎又是对着中国而来 可能会再度援火北京 另一方面 战斗民族大统令普丁更是吃鳖 我认识了这些问题 这些权利益都与伤害 所有的权利益都与伤害 他们与伤害 他们与伤害 你不准备其他国家 或计划准备 和支持他们 因为乌克兰局势和马航MH-17空难 被各国元首抨击冷落 会议还没结束 午餐也还没吃就走人 各国施压让他显然很闷 只有抱着吴伟雄的时候展现笑容 动新闻综合报导